好,上禮拜,上禮拜討論那個碰撞 後來討論到完全非難勁 完全非難勁 我同學是目前,我剛討論完之後,問他可不可以說去參觀他們的戲 物理戲,物理戲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實驗奇才 他說可以,只要拍,可是下次的時間他們應該都可以照顧 所以大家看大家的興趣,有沒有想要去 我們就可以拍個時間,就過去在桃園那邊 然後我們上次的話,完全非難勁碰到 就是說,這個物體質量是M 這個物體質量是M,它靜止不動 然後這是V-Wide,是剛才0的 然後,空中完之後呢 它會產生V-Wide 然後,兩個都大於0 但是因為這是完全非難勁碰撞 所以它會有一個類似尊重的過程 所以我們那些算出來之後呢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動能本來是2分之1 M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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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最多的動能只成像二分晶的m加m 增上Vc的平方 對 這Vc 則是執行速度的平方 因為它完全飛彈通道 所以在碰碗之後是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就是它成一個執行速度 這是因為動量少的關係 我們原來動量是mv1平 所以會等於後面通動完之後 它連在一起 總動量是m加m乘以Vc Vc是它的執行速度 好 這樣算出來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個動量會等於四分之一的mv1平方 當然這是從你解開之後得到兩些落實 那所以上一道我們的問題是在於說 誒 有這麼巧的事情嗎 我們出口的結果是等於二分之二的原來的動能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有二分之二的動能不見了 二分之二的動能跑去哪裡 所以上禮拜我就解釋說 因為它碰碰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壓縮 破壞 或是任何事情發生 使得它一定要轉換成熱炒掉了 轉換成熱炒掉了 可是那天上有什麼問題 有那麼剛好嗎 不管任何的碰碰 剛好都是二分之一的動能跑掉 為什麼會這麼剛好 數學解釋出來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麼剛好 這題目也困擾了我很久 後來我去問我同學 我同學 她已經只有給我這個答案 就是熱 因為熱的來講 測說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二分之一 但事實上它就是二分之一 我說為什麼它就是二分之一 因為它就是會動能手衡跟動能手衡絕對不會變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 那我覺得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所以要去思考 我想了一個 想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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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半邊 我不好意思這樣 好 我們想看 這兩個在追蹤過程當中 這不動 這追蹤過程 當它碰到它開始改變這邊的速度的時候 這邊速度開始增加 這邊速度開始減少對不對 是不是開始有能量損失了 這能量損失倒下去 假設它是子彈穿進去好了 是不是穿進去的過程當中 它太破壞它 太破壞破壞破壞 破壞的東西 它開始速度增加 它開始速度減少 到什麼時候會停下來 到什麼時候都破壞不再繼續 子彈速度 蛤 到什麼 它的速度變成子彈速度 對 當速度變成子彈速度 當它兩個等速的時候 就不會再破壞了 當它們兩個在破壞過程當中 到等速度運動的時候 就不會再破壞了 對不對 當它們兩個等速 已經沒有彼此有相對速度的時候 就不會再繼續破壞了 所以這時候整個在破壞就停止了 不管任何形成功能 最後這兩個大泥巴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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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 它們不會再運動 不會再有推伏向推起的情形 這時候它就會成兩個是可能速度運動 那這時候也就是它們的執行速度 不會讓它們執行速度 這時候就沒有破壞產生 所以這個能量是無界降低降低降低到速度為執行速度的時候 就沒有再發出這個能量所持的技術 所以剛好是二分級 可是二分級是兩個質量一樣在手分級嗎 對 當然啦 這個我們是以質量為相同的時候來考量 當然如果你質量不一樣的時候 比如說是兩倍的質量的時候 我們都會需要兩倍 對不對 對 那這是兩倍 那這算出來是不是多少 這樣算出來這是個比例關係 這會VC等於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VY0 對不對 這再帶進來這邊 三分之一VY0 平方 等於 九分之 九分之一 這邊有個三對不對 三分之一 來這幾分之二 這約掉了 這三分之六分之一 這六分之一 但是不要略略三分之一 對不對 你的動能現在原來是三分之一 所以你是損失了三分之二 我損失了那麼多 我的KPLUM 沒這個 然後所以我都是損失的 這損失的動能 所以你這邊質量會有影響 質量不一樣的時候會造成不一樣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你像數學計算出來 沒有想說那假設我這邊是2M的石頭 跟1M的泥巴 裝在一起是這個結果 我這邊是2M的木頭 我這邊是1M的子彈 撞起來是這個結果 對 上次問題在這邊 都是一樣的結果 就是你不一樣的碰撞的內容 可是那泥巴 石頭 或者是子彈 木頭 或者是前面貼個木頭 那樣也好 都會有同樣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它在整個變形的過程當中 它只要變形到一個情況 是質量等於 速度等於植心速度的時候 它瞭解之間的速度沒有變化 它就會變成同樣的結果 所以它是能量直接損耗損耗損耗 到變成植心速度 那一個情形是 萬一沒有損耗 沒有損耗那麼多就結束了嗎 那就一定不是關於被看見動作 它就一個可能會反彈 或者是一個會同時間好的速度 我們通常聊個情形 講的第一個是 這個質量非常大 這個質量非常大 這個質量非常小 那這個狀況會怎麼樣 如果是完全排氣狀況會怎麼樣 沒什麼改變 沒什麼改變 基本上是這個不動 這個就反彈了 這個是這樣穿過去 這樣反彈回來 所以它的接力速度跟離開速度 是相同的 離開速度的時候 這邊是V10 這是V10 這是V20 V20 這是V20 V20幾乎那一點 對不對 可是 V10 加上 V20 約略一定會等於這個 V10 這接近速度等於分開速度 因為它這邊速度是0 所以它接近速度只有V10 但是它的分開速度是剛好兩個方向相反 這速度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像我這樣 地球會不會動 會 動的速度是小到你幾乎不知道 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非常小的時候 你的V1 跟V10 V10 V10 是大小一樣的 但方向相反 這是質量相同 那如果質量相同呢 完全飛彈性風狀會怎麼樣 如果質量相同的時候會怎麼樣 它就是打撞手的定竿 這就停在那邊 這個飛走 我們講完全彈性風狀 完全彈性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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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看 我們原來的動量是 我們原來的動量是 MV10 它風狀後 它會等於 MV10 MV10 加上M 對不起 M 對 M 對 這動動量是我們來看 那它的接近速度是 V10 它會分開的速度是 V10 加上V1 V2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它的 它的答應是 2分之1 MV10 0 那等於 2分之1 M 這就是答應 這是 2分之1 MV10 2分之1 0 2分之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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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看一下 因為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相等 可以直接做淺化 這等於什麼 我們全部換個小m 所以在mv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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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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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的ması M1 B102 B2 02 對不對 對 然後 我們要講求這個B1 010 好 這是箱子的 所以我們把這邊帶進來這裡 把V10平方給這個帶進來 現在有什麼? 2分之m V10 加上V20 平方 對不對 那2分之1也叫 所以這個平方的 V10 平方 加上2 V10 V20 加上V20 平方 好了 這邊有個這個東西 這邊有個這個東西 所以這東西一定等於0 對不對 那一個 對吧 好 這邊等於0 然後還有我們才這個 哪一個? 其中一個速度才有那個 對 其中一個速度等於0 那一點點嗎? 然後再避一遍 然後再避一遍 這個代入什麼? 5分等於2 5分等於2 所以这个条件基本上就是这个条件 这条个条件 那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一定等0的时候 不是V1 frontend0,就是V2 frontend0,这两个一定等0 那我们可以去用想象的 这个东西撞过来的时候 是这个速度为0,还是这个速度为0 如果两个只能有一个为0 或者两个都为0合不合理 两个都为0不合理 所以一定只有一个为0 要嘛是它速度为0,要嘛是它速度为0 就是这样子 对,那会是这个速度为0吗? 应该是它速度为0,它不能速度为0 反弹的话 反弹的话 反弹的话你动量不会手痕 因为它的速度如果是反弹会变不复的 这边会变0 你这个动量手痕不能保持 对不对,所以不能是这边为0 所以这边只能是这个为0,这个不为0 然后它的速度大小会变这个速度大小 只有这个结果 没有别的结果 所以我们求解,因为这个条件目前算到只有这边 可以从数学上固理下去映证的话 可以得到结果是V1 0' 等 V2 0' 等 V1 0' 等 这是质量消耗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是 如果一个状况是 这边质量比较大呢 如果这边质量比较大呢 会怎么样结果 我们就要成鞋帽 好 如果它质量很大 它质量很小 很像复杂了吧 很像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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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M就不能提出来 假设它很大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固定不起 有那么大 譬如说假设 假设它很大的时候 譬如说它的质量是 诶 我现在有什么情况之下 会这么痛快 太大就 太大就 好 假设没有那么大 就是 它也比较大 但是没有那么大 那会什么结果 就把它假设是2倍 用3倍就好了 对 我们就假设 假设一个数字 但是 好 假设M 对不起 假设M 等于2倍的M 好 那会什么结果 好 好 这边会变2M 对不对 这边还是小M 然后这边是2M 这边还是 这边还是大M 好 OK 所以这边等于吗 这个会等于 M B问0 0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好 这边解开 这边是2M 3M H 不能合并 不能提出个M 对不对 好 然后这是B 1D 不能提供 加上了 就是 2D B 2D 不能提供 好 然后 这里会来什么 这个没有变吗 好 这是 这是那个 弹性功能的定义 接近速度 分离速度 对不对 接近速度 对不对 对不对 上面这边 2M V1 0 2M V1 0 加上 M V2 0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把这个盖进去 在空洞这边 就是 有时候要多配到椅子 因为它很多 像我们不是四直的一个场判 都是太好 然后把这个式带进去 2M V1 0 加上 V2 0 2M V1 0 加上 加上 M V2 0 3M 对不对 然后 M进行举掉 对不对 好了 2V1 V1 加上 2V2 0 3V2 2V1 V1 加上 V2 0 合不合理 呃 快快 快快 所以在情况之下 感觉逼住 有关 感觉 是不是 对 对 它 速度比它 它的质量比它小 它质量比它小 它质量比它小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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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质量比它小 它质量比它小 这里 这里不能用这个赤字 我刚才是假设它是 同样放下 所以我是把它接触一下 这样 对 那理路上这边速度 这接触速度 接触速度是 V1 0 因為它是相對速度 所以必須要你剪掉 剪2b20 那這邊一樣是 誒 我寫錯了 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這個數字有錯 這數字應該有些負的 接近速度 我們在接近速度跟分離速度講這個大小 你用來取決定值 但是它是相對的 就是說我假透原來速度是 假透以這邊為正 這個方向為正的話 我的速度是往這邊走 這個數字如果說往這邊走的話 我是不是 這個去剪掉負這個 對不對 剪負這個變加的 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 後面的結果是 這個去剪掉負的這個 以代表來看的話這樣 那我們如果說 最上的畫面是 V20 剪掉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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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兩個相加的 也沒錯啊 相加 相加如果是這樣說什麼的話 這個M 你的M用怎麼混起來 小M跟兩個大M 哪裡 旁邊的 又換的 你就在這裡啊 不是在旁邊啊 因為小M跟大M的轉換 如果你把原來混個M來帶的話 這上面不是轉換過去嗎 可以試一下 然後這個試一下 2M 2M都在這邊 對 對 對 好 嗯 然後我只是把 V20 用這個來 拍進去 對 那有問題 你這樣帶就不夠了 你應該在 最上面的4 就直接把 N都略掉 那這4 就把M略掉 那邊 2V0 2V10 然後 加 N V20 對 你把它變成 一樣 總 2V3 上面 這樣會不能飛躍 你都把它 DV1 對 那 不是 一樣 是這個東西 在這裡 2 然後 這邊是 1V A 它跟下面也寫 綠色字就不一樣了 哪裡 對 對 這不一樣 真的還是不一樣 啊 就只有一個人家就不一樣了 對 綠色寫錯了 好 我們 寫錯了 寫錯了 那寫錯 怎麼講 應該是 V2 0是往這個方向 V10 如果也是往這個方向的話 那V10是還寫的 沒錯 我們這是接近速度嗎 這是分離速度嗎 是係數寫錯了 係數寫錯了 哪里係係數寫錯了 那是221 哪裡221 它速度的 你說這裡嗎 有 這是接近速度跟分離速度 可是它的質量不一樣 那是動向手 我們在這裡 這是接近速度跟分離速度 是一樣的 彈性 彈性碰撞嗎 我們講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定義就是 就是接近速度跟分離速度是一樣的 就是我譬如拿個乒乓球 或拿個球 往地上去丟 如果它彈到原來的高度 表示完全彈性碰撞 對不對 這是一個完全彈性碰撞的定義 但是這個-V10 V10 Plung 要是負的 是因為 這個是一樣比較大的時候 它撞過來 它的速度應該不是反彈 它會位置的速度 可是我現在要怎麼解釋 這個位置的原來速度 好 我們先 先不考慮一個怎麼解釋 但是我們先把它改進去的 好 帶過來這邊 所以我們直接帶這邊 這邊的速度對不對 不是這個 這是夾 這樣就合理 那移向一下 再把不一定速度引過去 對 所以 V20 Plung 移過來 4 V20 Plung 對不對 表示什麼 表示我碰撞之後 我的速度就有一個速度差 然後它的速度是我原來 這個速度變成我這個速度的四倍 對不對 這樣就合理了 那我們再加上這個條件 加上這個條件 好 V10 等於 V20 Plung 減V20 Plung 減V20 Plung 我馬上開進來 會等什麼 4 V20 Plung 減V20 Plung 對不對 等於3 V20 Plung 所以我們的V20 Plung 會降低到原來 原來的三分之一 然後這個速度是這個速度的四倍 對 這樣 就這個地方有問題 因為接近速度跟反彈速度 我們在這邊 正負的問題 假設我們剛剛一開始在前面討論的屏幕的時候 我們假設一個我們這邊和我們這邊 所以它會直接相加 它離開速度是相加 反彈速度大概是相加 可是它是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去撞它的時候 它速度不會是反彈 它會 有點 撞過去之後 它會更得早 會更同的方法 可是這是把結論當條件 我應該在這邊是要給向量的 就是說 假設我這邊給的是向量 那就沒有問題 我如果在這邊 給的時候 我的V V V1 0 減掉 V2 0 等於 V2 0 減掉 V1 0 但是沒有問題 這是用 向量來解釋 可以用向量解釋 你知道 我的V1 0就變成V1 0 對不對 V1 0 減掉 V1 V1 V2 0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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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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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2 V2 我們這邊用槍鈕 因為動量就是槍鈕 所以我們的 MV-20 MV-20 加上 MV-20 這樣子 V-20 那他的方向就只有正負號而已 所以我們直接拿他這樣來算應該就OK了 那一樣的假設是 我們在從小孩剛剛的那個 提亮式相等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它換掉 那時候就會變成是 這是 V-20 等於 V-20 加上 V-20 對不對 然後 我們裡面是 V-20 等於 V-20 等於 這是質量相等 這是這兩個式子帶過來的 第一個式子是因為質量相等 吹飽方式的式子 第二個式子是因為接近速度跟風動速度相等 所以直接帶到這邊來 這時候情形上看起來就更清楚了 這情形會相等的時候 一定是這個東西為0 因為它不可能同的式子 誒我這邊寫錯了 這沒有同的這個 這沒有同的 同的式子 同的V20 又等於他恰他 又等於他且他 所以你只有這麼一個位置 才會幫我復合條件 對 那所以V20不可能這個東西 這沒有問題 這是M等於M的時候 那接下來是M等於2M 它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 2MV20等於2MV20 加上MV20 加上MV20 然後下面一樣是V20 然後下面一樣是V20 等於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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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這個月調 我們就可以得到2V20 等於2V20 加上B2V20 加上B2V20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先填到2V20 對 然後 相撿 就這個月調了 撿過去 不能撿過去 撿過去就不見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要回到我上的創作 這要回到我上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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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個有少了 你可以 是V20 對 從這邊只有V20 是這樣嗎 對 那是2V20 哪裡 左邊是2V20 然後1V過去是 對 2V的V20 V20 我要帶進來看這個東西 對 我說那1V20是4 1過去是 2V 變4 4 所以這樣4分機的關心 所以就只有這邊 我們把表情像樣放出來一起的話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我剛剛講的是 假設這個是 好 我們如果再看一下 我說只要插入很大的話 只要10倍 快點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可能性 因為假設我們說 還有差很多 然後 這個很難接受說 就把其他一個約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差10倍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字來看 然後 變成 m v1 0 等於 10倍 v1 0 1 加上 m v2 0 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四指 你要再講 v1 0 v2 0 怎樣 v1 那 這四指 再進去這邊 對 m進入 這樣 這十倍的 v2 0 怎樣 減掉v1 0 換 這點什麼 十倍的 v1 換 加上v2 換 對不對 然後移向一下 這移過去 9個 v2 0 9個 1 1 11 v1 v1 22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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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21 9 20 20 1 不意外 讓我看那個趨勢 還沒有看到趨勢 那如果是 一百倍呢 一百倍我們就把它變成一百 對不對 這邊變一百 那這邊變什麼 這邊變兩百 這邊九十九 這邊兩百 九十九 兩百 有看到預期是嗎 有兩倍 兩倍對 兩倍 所以當我們的質量差很大的時候 這個被撞的物體 它的速度變得不見大 它頂多頂多就是圓滿速度的兩倍 它頂多頂多就是圓滿速度的兩倍 就是圓滿速度的兩倍 這個速度的兩倍 碰撞完之後這個速度的兩倍 頂多就是這樣 結果假設這個速度本來是 一百 然後這個速度是零 碰撞完的結果 因為它是會變成兩倍 V1-0 V1-0 兩倍 對不起這是V2-0 兩倍的V1-0 V1-0 然後它帶到 帶到這個十字 這是 兩倍的V1-0 所以 V1-0 V1-0 基本上就是 維持原本的速度 假設這個速度差非常大 非常大的時候 我的V1-0 它會載V1-0 約略等於 所以這速度會維持 當然這質量很大 這質量很大 這速度會維持 那它的速度差兩倍 OK 就這樣 OK 這是 彈性空中的時候 在質量差一個很大的時候 會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 反過來 這質量非常非常小 這質量非常非常大 你知道什麼結果 它速度計為0 它的速度是原來負的速度 就是反彈回來 就這樣 所以我們的碰撞部分 大概就是這些 這些狀況 那我們 那總要看到一個狀況是 譬如說 它是 借兩者之間 所謂的 完全彈性 跟完全非彈性 之間 就是我們講非彈性碰撞 那非彈性碰撞的時候 它一定要給別的條件 它就告訴你說 能量差多少 你才可以用正在推倒回來 或者是速度差多少 我們才可以推倒回來 那在 當作我們真實的世界 都是非彈性通告 不是完全非彈性 也不是完全彈性 那完全彈性 我們因為多了這個條件點處理 所以比較簡單一點 那完全非彈性 就是我們沒有傳訊 就是我們的質量 我們的質量 我們的質量 我們的質量速度 會等於原來的動量 所以這也可以處理 所以就是還好 那重點是非彈性碰撞的時候 你要去觀測就是碰撞之後的結果 你自然有數字 那簡單來講 可能譬如說 這是一個 我碰撞完之後 假設這邊有綁繩子 我碰撞之後 它會彈回來 對不對 它那個高度 你不知道高度差 我必須知道我後來的能量是多少 你才可以從能量去反推它的速度 再反推到你原來的 到底是差多少 OK 來講 好那我們就進入轉動 其實整個力學來講 力學大概就是這些 我們從一開始的運動學 到扭動力學 到力矩 到動量手輪 到能量手輪 力學的手輪 到後面的這個 到碰撞 不 還有什麼 接下來就是轉動的 所以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一個物體 你要不要這樣不動 我們以前在國中的時候 考慮到 就是力的平衡 這邊的力要點這邊的力 而且要做那種直線上去平衡 可是這種力是做不到這個角度 這力是做不到這個角度 它怎麼樣 它可能沒有位影 因為它力是平衡 它沒有位 它只有旋轉 這樣做物力下去之後 它就開始旋轉 那如果說在影響中 這旋轉會不會挺 它不會挺 因為沒有磨砍的關係 它不會挺 好 事實上就算是在 現實生活中 我玩過陀螺 陀螺一直打 為什麼陀螺會超上 它不太容易跌打 陀螺旋轉的力 不太容易跌打 那它也要維持一個叫做腳動量 手紋 就是它的慣性的問題 那回到這個轉動 我朋友都稍微再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 有談過的 就是 腳步的問題 好 在一個 坐標軸上 好 假設是XY 那 我現在有一個 向量 假設這是D打 這是R 對不對 我會說這點是角度 這點的位 坐標軸 一般來講 XY 對不對 所謂的 所謂的坐標方能是 坐標 坐標 這是幾個坐標 坐標的意義是什麼 坐標的定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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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坐標 我先給你一個坐標 這坐標 你聽到坐標這兩個聲音 想說這坐標是什麼意思 我會知道 坐標可以告訴你位子 坐標可以告訴你位子 所以我們學過的是 平面坐標 這是指教坐標系 XY 那我們三個躺過 叫停坐標 停坐標 我們躺過吧 記不記得 停坐標就是這個嗎 我都光明說 給你R 我可不可以決定 這點位子 也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給你這個極坐標 這就是極坐標 就是 它以這一點 當成的圓點來講的話 我只要給你 這一條線 這是 極坐標就是有一個軸 那沒有給Y軸 那是一個軸 那如果只有給你一個半徑 跟角度的時候 我就可以決定這點位子 我可以決定 這個平面上的那一點位子 這點位子怎麼表示 那一條線 我知道這個R 我知道這個角度 我就可以知道這點位子 所以這點位子我們可以用表示 是 這樣來表示 對不對 這沒問題吧 所以要給你這樣一個長度 給你這樣一個角度 你就可以在平面上找到位置 這是一個坐標的意義 所以我給你幾坐標是這樣 好 那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經常有時候會需要在 坐標的動作轉換 這是 所以你們現在在學那個 學 你們學過坐標轉換沒有 在數學上 坐標移動或坐標轉動或坐標的 平移或旋轉 是從一個矩陣的 矩陣 他用矩陣來算費 但是他事實上是 一開始是先講平移 坐標平移 坐標平移就是 在物理學當中的講話 是因為你們不同的 關心坐標器的影響 假設我現在坐標器 開始有加速度 譬如坐在電梯裡面 我的系統有加速度 你的感覺是什麼 可能用到 譬如我現在也定位 我跟家庵有不距離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去觀察 家庵的那邊的系統 這已經叫做坐標的平移 那我如果我的 HY軸跟他HY軸不一樣了 就是坐標的角度全能的問題 所以後面會長得到 這個坐標轉換的部分 那我們先簡單來看 那我如果這一點有速度 我們這一點有速度 那我們這一點有速度 那這速度為什麼 那這隻腳垂直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拿這個長度 跟這角度來看 跟這角度來看 可以從這長度跟角度來表示這個速度 我幫你這樣子 有困難嗎 有困難 假設這一瞬間 一瞬間 這一瞬間是垂直沒有錯 下一瞬間可能不是垂直 但是我講的速度 我只能在這一點的速度 我不管它下一點的速度 我只能在這一點的速度 所以要的是瞬間速度 瞬時速度 瞬間速度 就是這一點的瞬間速度 所以通常會拿這一點的 這一點的角 就是說假設我們現在講速度 速度的精神是什麼 不是 delta S 除以下 delta T 對 簡單來講就是 S 的 dot 或是底 S 底 T 速度的微分 那我們現在在講這邊的時候 腳上的位置是 R 我們的位置 是 R D 打 可以嗎 R D 打 那我今天如果都是 對方做微分的時候 好像 R 跟 C 打來講 誰是 誰是可變得亮 都可以變 都可以變 對 但是在這瞬間的時候 R就不變 那個角度在變了 所以瞬間 那個角度在變 然後 C 打腳沒有變 C 打腳在變 R沒有變 所以它可能是 R C 打 底 T V 波整晶 角度裡面的前方 也可以顯得是 delta S 打 delta E 對不對 這是一個角速度 每一秒鐘改變都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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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角速度 所以我能夠做 做微分 或把角度 取到 delta delta 角度 跟 delta T 就是一個微量 所以我的速度 我的位置是 R C 打 我的速度是等於 R Omega 就是 角速度 成長我的半身就可以了 同樣道理 假如我先講 加速度 我幫我點什麼 一樣 R 蛤 我們一樣 可不可以寫 R Omega 就是它的角加速度 好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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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delta 這麼厲害 把二樓放哪 所以我們的加速度是 R Omega Omega 所以我們要弄什麼 加力文 R 就是 就是 假設我現在是 一個固定角度 是 C 打 然後接下來我的角度 我現在 角度每秒 增加兩度 是角速度的嗎 那我現在 角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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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速的標誤是什麼 每秒每秒 對 每秒每秒幾度 然後 變成是 S 平方 那度怎麼寫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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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假設我們慢慢習慣 是用 進度量 處理 是Rat 是 每秒每秒 多少 好 進度量 事實上它是一個值 它沒有什麼單位 它是一個值 所以可以是寫神 每秒每秒 分之一就好 那這樣子單位怎麼配合 我們正常的加速度 單位 不是應該每秒每秒幾公尺 那個公尺在R R就有公尺 對不對 當我這乘起來的時候 R 這邊就有一個單位是公尺 對不對 所以 加速度 腳架速度的單位就是SS 就是SS 就是SS 在這邊是只有這樣 因為我不用只是進度量 你用進度量是這樣 那你用嘟嘟量的話 就要再做轉換 好專心喔 但是我們還是用 進度量 好 好專心喔 好 你是在上課嗎 你是在上課嗎 那他最近看著我看著我 你走來他看著哪裡 這個 他看著最物理的身體 是不是 最物理貓人 太強了 你氣球要處理 他會算他尾巴轉幾步 你的腳架出去 好那上次我們只有講到這邊 上次我們在那個 下降幾個的時候 我們用到的代理 講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一下 我們現在算過了幾個 幾個物理量 譬如說 我們講動量 看你什麼 是MV 對不對 那 用回音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寫成 M R 怎麼樣 沒有 對嗎 那 這就是腳動量 沒有沒有 讓你別的腳動量 這是動量 那腳動量是什麼 腳動量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地 這邊MA 對不對 這邊也一樣 是M R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那我們 來思考一下 當然我們拿換 因為這東西是正常的一個 我們過去所學的東西 動量 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的 我們的力 等於質量 成在加速 就這樣 可是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轉動用的 不是 不是這東西 我們在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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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動有力局 一定有力局 所以力局是什麼 力局是什麼 力局是不是F Clos D Clos D Clos D 是外肌對不對 外肌內什麼 身上 太細膽 對不對 簡單的一樣 假設我這邊有個距離 然後我現在有個力量 然後我現在有個力量 那我的C打卡在這裡的話 我相當於是 給他做一個 這樣一個方向 的一個 力局 力局超轉動 這是六轉動 所以 我這是R C-R 對不對 所以我事實上相當於是 這個方向的分量去採 對 所以是 這是C-R角 內座角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F 3C-R 好 我這邊 我這邊有點丟D 我這邊用D OK 所以這是從這邊來的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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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 我這邊看 我這邊看 就是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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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就D,對啦,但是我這邊 我就用D,我這邊用R,我如果要把這個帶進來 因為它的水轉躲在這裡,對 我用D的時候,我身邊要轉 然後就把它蓋進來 M,D,他放 身上D 對不對 我們要考慮,我們要考慮這個 所以 好,這是 這是力矩了 所以力矩有一點什麼 我們交給M,D,D,R 先讓R 對不對 手 好 另外,我今天講這個角度 我現在力跟M的D有角度的時候 當然close起來,它就是一個sine的角度 就要得到一個分量 要得到這個分量 所以在這邊,我們看到 這個螢幕出現 那一個R,R有什麼 加速度 那我們 在這個地方,因為力矩 我們習慣上是 F&M這個概念的話 好 這是加速度 這是力 等於 質量 什麼是質量 就我們過去所學 你有沒有用D、D、D 質量是什麼意思 維持慣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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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呢 D等於什麼 I α 那就給它另外一個意義 這是力矩 力矩等於 腳 這叫做 轉動關量 轉動關量 就是讓腳加速度 有什麼 當我一個 固體 我給它一個力矩的時候呢 它就會形成腳加速度 我只要有力矩 就有腳加速度 我不管這腳轉動關量有多大 我只要有力矩 我就有腳加速度 這個轉動關量是一個 就是一個 這我叫做常用過來的 MT 聽嗎 M質量 M質量 對 你可以這樣想想 我講這條鐵絲 我幫了一個很重的物體在這裡 這鐵絲是鋼心非常好 它不容易打彎 它質量幾乎不略不近 這都四個力給它 有F4力給它 那我產生力矩是這麼大 是F5 等到R好了 對不對 那我是會讓它旋轉 對呀 這次你會旋轉 那我的旋轉 是不是產生一個 就這天 我們早就用 流的力學來看看FMA 沒有問題嘛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R乘乍R F R 等於 M A R 對不對 那這邊就是力學了 那這邊等什麼 我們再轉換一下 這個A是加速度 那我們把這個變成 M R α R 等 M R 平方 α 就是 轉動換量 這是一個定義 那因為我們想要把轉動的東西 全部用角數或角架數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希望用一個A 法來表示 而不要用一個加速來表示 因為在做加速表示 你回到這邊 你還是要重新轉換成 A A法 但是我這樣的話 我就統一變一個 這樣一個結果出來 那這次我們的轉動換量 就這樣子就出來了 那轉動換量 轉動換量出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定義應該是 就是你可以A 比於 MA 來看 一個是角加速度 一個是角 一個是加速度 就回到最早的第一 你再大再大的物體 我只要有力量 我一定有加速度 轉動換量再大再大的物體 我只要有力矩 它就會轉動 腳加速度的大小 那 我們現在再知道說 那我的轉動換量怎麼計算 轉動換量怎麼計算 轉動換量怎麼計算 轉動換量就是 M乘浪R M乘浪R 那我 我的物體 我的物體可能長很奇怪啊 我可能一個物體是 長成 這樣一個形狀 假設是同樣後部的形狀 那我怎麼穿如果的角度換量 那我怎麼穿如果的角度換量 蛤 沒差 沒差嗎 那前面的R在哪裡 喔 R在哪裡 對啊 紫星啊 對紫星嘛 R是 R是旋轉的東西嘛 真的來講是紫星啊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說 譬如我這邊擋個洞 我穿個柱子 我強迫它在旋轉 這通常的轉動軸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可是假設在宇宙中 我真的一個物體 我譬如這個板牌給它丟上去 它只有旋轉 那時候它的轉動中心 應該就是它的直行的位置 而它旋轉不是只有平面喔 它可能是立體旋轉 所以它可能是三個腳步都有 同時間有 對X的旋轉 對Y的旋轉 對Y的旋轉 它都有的 它是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先考慮一個平面的狀態去吧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邊的質量 乘上這邊的R平方 加上這邊的質量 乘上這邊R平方 加上這邊的質量 乘上這邊R平方 乘上這邊的質量乘上R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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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簡單來講 i就等於什麼 Sigma m R平方 那你說那怎麼算 那當然這就 有點點 Sigma 這個R是何的意思 誰啊 誰啊 全部 全部 你應該是 假設這次宣傳走對不對 我要把它先切割 切割完頭把每個指點 對它的距離平方 相加起來 那 可能在數據上會不會有困難 現在是有困難的 那以後應該是不會有困難 對吧 對 等你學位以後就沒有困難了 但是現在 現在你先知道一個概念 概念上是這樣算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理論上是 我只要切得夠細 我就能夠分析所有的質量總和 我就能夠 因為所有的質量也是一樣啊 譬如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說這總中多少 你是不是理論上是 我這邊的體積乘上密度 再加上 這個體積乘上密度 這樣累積起來 才是我的總質量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 我們 知道這個概念 但是你現在不會算 因為你現在可能對 因為這是幾何形狀的積分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 可能未來我們在 在學這塊的時候 就會用到 就能夠算 但是現階段 就是 知道一個概念 所以說當你要有個概念是說 當一個物體 如果一個物體 它的轉動觀量 有分 就是我們平常自由的狀態 譬如自由旋轉 跟它是被強迫在對某一點旋轉的時候 它結果是不一樣的 那你再去思考一下說 那我這個 轉動觀量 的大小 會是什麼 假設我們現在這樣想 為什麼我們小都玩過戰鬥頭肉 有玩過嗎 有玩過嗎 你要玩戰鬥頭肉很強 你又怎麼做 呃 加上一些刀片之類的 刀片 沒有吧 你有講刀片嗎 有多顯心啊 一個是轉快一點 轉快一點 拉幽密一點 蛤 拉幽密一點 不是啊 是因為它的弦子變長 讓什麼 繩子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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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應該有人 我看不會有人這樣做的啊 它是比如說 這是這樣做脫爐來場 它會在這邊加鐵片啊 加一圈啊 對啊 這樣鐵片不是加刀片啊 它加一個環的鐵片 加一個環的鐵片 對不對 所以你會用它那個環 不會放在中間喔 不平 不平 一個是平衡 但是一樣啊 你放外面的時候 它的轉動觀量變大 有沒有 但是我一撞到對手 對手就會爛掉 對啊 因為你的轉動觀量很大 我慣性很大嘛 我不能被改變啊 你可以這樣 我的轉動觀量 不然轉動觀量 意思是我在維持 我的轉動的情形 我不能被改變 所以你的轉動觀量很小 我的轉動觀量很大 我們這樣撞到一些的時候 當然你被改變了 我不能被改變 我的旋轉的角度 角度都不能被改變 所以讓我維持 它的轉動觀量很好 所以 它就可以 我盡量放在外面一點 我就可以 當我旋轉起來的時候 我的轉動 我的那個冠量 是非常大的 還是這樣 是 是 我以為放外面的原因 是因為撞到之後 對手如果只是 純速之後 它就會壞掉 你可以試一下 或者你再試一下 假設我現在 我現在兩隻手拿 拿東西放在手上 我要旋轉 很困難 可是如果我身體縮起來 我就不要容易旋轉 對不對 因為我的踢一樣的時候 對不對 可是我光是把手張開 我的I都不一樣 我的轉動觀量是大的 我就不容易被旋轉 可是我縮起來的時候 我就容易被旋轉 所以假如你看 那個像體操選手 他為什麼他 單槓跳一下 要半身的時候 身體要縮起來 有沒有 身體要縮起來 他能夠旋轉 或者像他們溜冰選手 跳起來 要再空空旋轉的時候 他身體是要縮起來 是要縮得比較細的時候 他才不要容易旋轉 對 可是他一著地的時候 他馬上腳 手都要伸開 為什麼 這樣會不會跌倒 他減速 他做一個減速 所以我們要講 腳動量 所以反之 如果你現在在旋轉的時候 身體張開的時候 我們再縮起來 所以你不要講 對 我們來講腳動量 好 好 這動量手環嘛 我們來講動量手環 我現在呢 我現在把這動量手環 再乘上一個 R 這邊有 M R 對吧 對不對 我們都發現說 這邊有個叫做I 我沒想要出現 好 那I是什麼 I是腳分量 我們講過了 那RP呢 這個東西是說 當我在一個 當我這個速度 是在這邊旋轉 我講到這邊固定了 我在旋轉的時候 他有個距離 對 當我距離縮轉的時候 我距離縮轉 我能量沒有改變 我的狀態沒有改變 我們講說動量會相等 是不是簡單來講是 我的MV V等於什麼 R Omega 對不對 那我也會等於 M R Omega 對不起 Omega 就是 你動量什麼 我來看那件事情的話 這個樣子 對 我說回來 我的 那 我的 所以M0.0約這樣 我們ROmega 是原來的 那R Omega 是舊的 是新的 對 對 那這時候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正在維持的常態 當我的R 變小 我的Omega 變大 對不對 我的R 變大 我的Omega Omega 變小 是不是有這個感覺 好 然後 蛤 哪一個 不知道 呃 呃 應該是用 腳 灌量 去 跟Omega 相成才會有 跟腳灌量 呃 什麼 就 I 不是I Omega 對 對 對 我想要從那邊倒在原來 我只先拿原來的灌量手盾 原來的動量手盾 來看這件事情而已 我要從這邊倒回來 天啊 好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嘛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已經知道動量手盾 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對 所以當我這東西是被固定的時候 它只能旋轉的時候 我一縮短它是會旋轉比較快 對 對 因為它的動量手盾 那我怎麼從這邊 就哪個這邊來 我是這樣什麼表現 嗯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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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看到這個Omega是一面的實體 來看這件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已經看到 Omega 看到沒有什麼 R 看到不是R Omega Dです 突然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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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它是直接點一個角風量 角風量有時候 就是N等於這個東西 可是角風量怎麼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算 這個東西怎麼從這邊都推過來 這是一個概念 我們這裡已經知道的概念 這是我們從最早的動量手紋來的概念 那我們在講動量的時候 動量手機就是動量手紋來的 動量是什麼 MV 事實上是從 它從 它從力量來的 我把它寫一下 F等於MV 對不對 MV等什麼 A是等於B B 0T M DELTA V DELTA T 對不對 所以從這邊推倒過來的話 F DELTA T 等於M DELTA V 對不對 我自從這邊來得到的動量手紋 因為當我的力量 萬一等於0的時候 我這邊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我DELTA V是0 DELTA V是0 DELTA V是0的話 前後的動量總是相同的 好 好 所以一下我從 我從這邊來看的時候 我的 TALK 可以什麼 I A 這邊 I DELTA Omega DELTA T 對不對 所以我的 T 成為DELTA T 會點什麼 I DELTA Omega 當我的 TALK 沒有改變的時候 我沒有給他 慣性的時候 我的轉動力矩 沒有改變的時候 我的力矩沒有增加 沒有減少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邊 Omega 是要固定的 我的 I Omega 是不是要固定的 對不對 我的前後的轉動角度 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會變一個定值 我的 I Omega Summation 的時候 會成一個定值 當我的 灌量 我的力矩沒有改變的時候 我的力矩沒有 前後的力矩沒有增加的時候 就是這個系統 我沒有給他多的力矩 他的轉動光量會固定 因為他的DELTA Omega 是0 對不對 I DELTA Omega 是0 所以這只要一個定值 所以我們就點得到 I Omega 是一個定值 是一個炒件 不來 所以我們剛剛從這邊 兩個互相來觀察的時候 這是灌量守門 動量守門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們把它 換算成I Omega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它竟然又有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是這樣 這等於I Omega 那如果你只從這邊看的話 沒有意義 你只看到我的灌量 我的動量成那一個R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你必須從這邊來看 你必須從talk 是跟Iomega有關係 從這邊來看 它就有意義了 好 我們從D這邊來理解 我們就可以知道 動量守門 動量守門 動量守門的性能就出現了 同樣的我們從talk 這邊來理解 腳動量 你就知道 腳動量是守門的 這是兩個角度切入 這一點沒有問題 這一個也采力 所以我們可以從那邊很清楚看到 腳動量是守門的 比如 剛剛我剛剛張開手 我夾式剛剛旋轉 我突然把手 收回來的時候 腳都是在空中 我在宇宙中 我手收回來輕輕的 因為沒有額外的talk給我 沒有額外的力矩給我 我的轉動速度會變快 我的腳速度會變快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在 溜冰的時候 我跳上去要尋轉速度很快 我人是縮起來的 可是我落地那一傷 我為了因為轉的速度這麼快 我停不下來 我不好控制我的速度 所以我被腳跟手在張開 我才能夠去改變我的腳步 才能夠站穩 就這樣子 就是從體操上來 好 這 小速度 從小速度小加速度 這個 向量方向 向量的做法 往脊墊墊的做法 然後推到這邊 腳動量手衡跟 那個 talk跟腳加速度的關係 還有 這個短動觀量的定義 轉動就這樣子 沒了 這一章結束之後 我們的力的部分就講了 下一章開始我們要講 熱還有氣體方程式 然後接下來講波跟那個 電的部分應該是下血氣的 我們這一學期還有機會講完一次 應該是可以講到那個 熱力學的部分講完 在高中的熱力學就很簡單 它就只有兩張左右 在整理門的部分就只有兩張 但事實上 熱力學很重要 熱力學在目前來講 近代物理學來講 熱力學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 尤其是機械系 熱力學的時候 大概講兩學期 不是 大概是 兩學期的課程 光是熱力學 就兩學期的課程 它很重要 它是包含到 譬如現在所有的東西 譬如你從 發電廠 從環性的熱 就是我們現在主動機 引擎設計 從飛機的設計 從房間的冷氣空調設計 都跟熱力學脫不了完全 所以熱力學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接下來的課程上 只有兩個章節有講到熱力學 各種產品說要散熱壓 什麼 各種電子產品都會有散熱的設計 對 沒有錯 那個 像電腦 像比例型電腦裡面的散熱器 因為比例型越多是小 因為散熱很重要 裡面有些過熱的部分 都會影響到整個Protomance 所以它必須去改變它的散熱器 那我們這邊簡單看幾個題目好不好 就是轉動部分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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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有個確認 是直接看得到很刺眼 可是它光度好像很特別亮 喔 看 反正這個照顧 那應該要丟箱 對 應該是要有一個 直接打 那個 譬如說這邊要有幾個炭燈燈 直接打黑板 你就把燈條換成而已 就解決了 它那個 現在是這個燈座就壞掉了 燈座壞掉 這沒辦法修 這邊的炭燈修好了 但是那邊一直沒有修 一條燈條 一條燈條可以抵抗抵抗抵抗 亮度 沒有 現在只有這邊修好 那邊還是沒有修好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 第 100 115月的第1條 第1條 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 其實它題目給了 題目都不會有複雜 都還蠻單純的一個題目 115 以上 101 102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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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原本的腳加速度喔 那是短就是59秒 1秒100圈變成 1秒150圈 他的腳加速度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把它換成直線加速度 可是150圈 把它換公尺就好了 他是要150圈怎麼翻 150圈然後360 應該是吧 所以他變成50圈每秒 50圈每秒 50圈每秒就是50圈 50圈要乘上多少 乘上二盤 他本來是 OK 你們如果他轉動的時候 應該會經常看到這兩個檔位 一個叫rpm 一個叫rps rpm是每分鐘直轉 rps就是每秒直轉 r r是revolution revolve還是revolution 隨便 rerevolution 一轉 一轉是一個revolution p是per per second 所以它是一圈的意思對不對 蛤 應該是圈的意思對不對 對 那就好 從150到150 150 經過25轉之後 蛤 蛤 這個也 什麼意思啊 所以他本來的速度多少 本來的速度是 就是 100開始 25轉之後 就會變150 對 所以原本是100 原本是100 然後25轉之後變 25轉 所以你還想 我轉25轉需要多少時間 1秒 是這樣嗎 他說1秒100下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1秒100下 他一個腳加速度啊 對不對 那事實上你要把那個 這事實上第一題 這邊 讓你知道說 我的距離 加速度 距離速度 加速度關係 跟轉換成 角度 角速度 差差速度而已 所以我的粗數是多少 我的 Omega 0是多少 是100 所以是100 乘2塊 除1 這是1秒 所以我就不用再抓 對不對 我的Omega 這其實不用 Omega 放 150 乘上 2拍 我乘2拍的意思 你知道嗎 這是 進度量 一圈的進度量 那我所轉的角度 這就是 V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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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出处的 在這地方是有出处的 這不是遊戲來的 這是Omega 所以他轉了5秒 然後5分之1秒 也不是5分之1秒 他越來越快 他不是低速度轉25轉 他是等角度轉25轉 等角度轉25轉 他已經是5分之1秒內 沒有錯 他如果是以等角速度來轉的話 25圈確實是5分之1秒 可是因為他有加速 所以他直接不是5分之1秒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是Omega 這個地方是Omega 對不對 這邊是R到T 對 對 所以你的Sita加 等於這東西會等於什麼 2分之1 Omega加Omega 乘上1 是不是這樣 好 我知道我已經出在哪裡了 對 對 好 就我們再講了 好 這個 等一下 一起 所以 124 對 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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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製作 製作 五分之一啊 結果怎麼是五分之一啊 沒錯啊 五分之一對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他是五分之一秒 他是五分之一秒 五分之一秒 你是送完了是不是 所以你剛剛五分之一是送完了 那我們剛剛解釋的時候 不是啊 我就 等一下 五分之一 剛好就是五分之一 OK好 那我們找一題吧 那我們找第四題好了 然後打星號 就是 好像比較重要的樣子 多選的例子 多選的例子 星號多選的例子啊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上面寫的 那是誰 一直在繞衛星頭人角度 頭人軌道運行 A2 2 3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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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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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乘到R 所以角速度 對角速率就是Omega 線速率就是R Omega 因為它是在A點B點 是不是 你這是第二題的 我以為你在看第四題 我要看第四題 我剛剛說我們在看第四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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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完了 好 啊~~ 都不一樣嗎? 那隻貓確定要睡得你的筆記本就好了 睡得很爽 你的作業真的是太溫柔 它好像是冷的東西 有沒有人的檢察都那麼挑逗 應該有吧 應該肯定有 我從來都沒有接近它 好 那你照著作業的感覺 天天才 OK 好 好 這樣很容易 哎呀 哎呀 这个 这个 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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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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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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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2分之1 iΩ 你看一樣 2分之1 mRΩ 對不對 等於2分之1 m 就是 就是 V的平章 所以這是相等的 對 我們快把 I這個攝影子找出來之後 事實上是解決了 就是我們平起的東西 跟轉動2D的很好的對照 而且它事實上都相等了 好 所以它是相等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假設你現在看到的現象是 你看它那個速度 你可以想像它用到在這點上 那一瞬間 我們看到那一瞬間它有一個速度 請問你看那一瞬間它有一個速度 你知不知道它是在做圓周運動 還是在做平移 你不知道 你並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假設這是成的話 你放在那邊就會成立 所以假設它是做宣傳運動的話 那你用 iΩ平方就可以了 假設它做的是平移 可以用mV平方就可以了 那結果是一樣的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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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